我现在是在北京地铁6号线上 这个视频呢 带大家看一下今天6号线上的人多不多 因为6号线会经过很多的旅游景区 包括公网府 施刹海 北海公园 南罗骨巷等 好多朋友都会从北海北站下车 这个视频呢 我们也在北海北站下车啊 给大家看一下6号线的全线图 它是东启通舟的路程 这条线也是北京一条东西的大动脉 和1号线呢 是平行的 还有7号线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全线路图 中间经过很多重点的区域 好 现在啊 我已经下车了 北海北站 我们看到呢 上车的人也不多 北来这一站人是非常多的 因为从这一站出去啊 就是北海公园 公网府 施刹海 在鼓楼 好 现在我们上电梯 到上层 去看一下啊 现在整个电梯上是非常空旷的 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没有人啊 原来电梯上都是人满为患 好 现在我们到达了二层 看到二层啊 进站出站的人也并不是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一个壁画啊 这个壁画呢就是上边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景区 这里都是一些古老的建筑 包括北海的白塔 这个就是北海琼花岛上的白塔 每个地铁站如果上去以后啊 周围有标志性建筑的话 一般的在地铁站呢 都会有标出 给大家环视一下整个大厅 这样的状况还是不多的 今天呢也是周一 因为周一啊 有很多景区也是闭馆的 也有这个原因啊 现在我出站 我出闭口啊 因为出了闭口啊 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到达那些景区最近的地方 现在这边呢 出站的0033 近站的也是 人很少 壁口是东北口 好 还要上一层 保洁园呢 也在这里不停的消毒 现在出站了 对吧 谢谢大家